第三種情形 你看一下 因為我只是設定抵押 跟前面的設定抵押有什麼不同? 剛剛的設定抵押 我有開票 現在是設定抵押 我沒有開票 沒有開票 可是我有這個計劃的事實 所以我叫做應收賬款 移轉負債 移轉負債 當我編表的時候 它是算什麼? 資產負債權益 它一看就知道不是存意的嗎? 我先講第三種情形 戴方的第一個 8月1號的分錄 戴方有一個應收賬款 移轉負債 30 萬 我現在問你的時候 應收賬款 移轉負債 30 萬 在我編報表的時候 它算是什麼科目? 算是哪一類資產負債權益 算是哪一類? 是資產的舉手? 是負債的舉手? 是負債的舉手? 是負債的舉手 是負債的舉手 說得很好嗎? 你幹嘛? 我時間嗎? 這麼少人認為是負債嗎? 其他人認為是權益嗎? 認為是權益的舉手? 其他的人呢? 這樣舉手起來恐怕 全部加起來不到10個人 錦任 蔡錦任 你認為這是什麼? 負債 負債放到哪裡? 好 流動負債 好 它算是負債 而且是權流動負債 好 所以呢 這個既然是 所以它指是什麼? 跟我們原來剛剛一樣講的設定單法的 有一點點像 它不太一樣 因為我並沒有把它從什麼? 從應收賬 我沒有產生新的票據出來 所以我就叫做運收賬款移轉負債 它是一個流動負債的性質 所以接下來 最後你要清場 它如果收到錢的時候 我的應收賬款移轉負債 要跟我的應收賬款對沖 因為我的應收賬款 在第三種情形 應收賬款在交易 8月1號 我借錢的時候到最好都沒有 8月到8月9月 8、9月兩個月的月當中 都沒有去沖我的應收賬款 只要9月底的時候 我才一次把它做完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 最後運收賬款 你可以看到 在我們的202月 9月30號 第三種情形 我是不是借 運收賬款移轉負債貸 運收賬款 最後 我才把運收賬款這個科目整個充掉 大家看懂嗎? 所以這個交易分路 這個交易分路呢 副部長他們有什麼太多的計算? 但是你用什麼樣的科目 你就要了解這個交易本身權利義務的狀況 你才能夠找到適當的快期科目 去呈現這個交易的整個的狀況 所以這個是為什麼要去提這個交易的意義 不在於接近這兩 事例8跟事例9呢? 完全不在於計算 而是在於這個科目 但是這個科目怎麼用? 我說你要先去了解這個交易本身 它代表是什麼意思? 權利義務是怎麼樣? 好 我們的那個會計記錄 反而就是要反映出權利義務 而發生什麼樣的改變 這個請你特別留意 好 那第三 那個醫修貸具貼刑我就不講了 因為這個在出貨裡面應該有提過 好 那所以這個我們就不講了 好 所以這個第五章就算結束了 好 我們休息一下